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妓女跟一个律师 合伙去害了美国的总统 这两个人都跟总统之间 有着不同层面的往来 那妓女是跟川普有见过面的 而柯恩作为川普的私人律师 以他这种优越的位置 他的这种位置的概念 向川普发动了进攻 原因就是当年川普应该是把他fire掉 就把他开除了不用他了 然后进而出现了一连串的故事 那在这一连串的故事当中 给川普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那现在美国地区 美国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 布拉格的case 完全的基础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 在那个女人身上 而核心是在他身上 因为里面牵扯到的钱财的问题 而这钱财的一切呢 是由他是中心 他是中心 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背景 是这样的 结果在今天呢 川普的律师团队 在佛罗里达州的南区的联邦法院 告了他 那说他造假 谎言做伪证 那来坑害今天的 就是侮辱坑害今天的川普总统 那这样的话呢 要求对 要求对他可以 诉讼案 可以五亿美元的这个申诉 五亿美元的申诉里面 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款项 其中具体的款项 包括七万四千美元 七万四千美元 是指他目前欠川普的七万四千美元 然后那川普还向他申要求 所有他写的书 发表的言论 任何与川普有关的言论 演讲或者说讲座 或者说书籍 只要跟川普议题有关的内容 他所收缴的所有钱财 川普都要拿走 那非不但拿走 还要支付利息 还要可以罚款 所以呢 可能最终的款项 要远远超过五亿美元 这个案子呢 就是大概的案子就这样 那这个故事呢 那川普的律师船队明确声明 那跟布拉格的案子 没有任何关系 那川普只不过要想保住他 川普只不过想为他的声誉 因这个人的存在和谎言 而遭到的伤害的一切 要拿回他的损失 法律的 法律故事都是这么说的 对吧 那所有人你怎么明白 是怎么明白 时间性的这种连带性 是时间性的连带性 但是案子 在法律上的案子 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他不愿意去相互之言 有任何的关联 因为只要有关联 在法律上就会有破绽 那我告你 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 那你自己的行为 包括你在布拉格那 做出任何伪证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要告你 是因为你的所言所应的一切 都是假的 都是对我侮辱的 所以这就是法律的 本身的那种 就像刀切豆腐 同时表现出 川普的力度 那从 无论从财务的角度来讲 从任何角度来讲 很显然 柯恩将很难 难以应对这种场面 我们并不清楚 柯恩是否要 自己打官司呢 因为他是律师嘛 还是要请别人辩护 那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 最终的结果呢 我们跟大家讲过 法律这东西 不是穷人玩的 这是富人的游戏 所以就是故事就这样 跟大家分享具体内容 那五亿美元的申诉 就是因为他传播谎言 起诉柯恩 前律师和这次罪恶的操纵者 对川普的这个 起诉的关键证人 那要求金额五亿美元 传播关于川普的一切谎言 违反了保密协议 那律师跟客户之间 当然就有保密协议了 那客户 作为这个律师来讲 是没有任何权利 去披露客人的资料 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卖房子的 你是卖房子agent 在你成为agent本身上 成为代理人本身上 你就会有这么一条款 所以如果客人投诉 你说你把客人的资料 给给拿出去 拿到公共环境 那你就惨了 就是其实是类似的 佛罗里达州南部 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违反了律师跟客户特权 去冲击 就是打击川普的信心 传播谎言 令人尴尬 参与了其他不当行为 违反了纽约 专专业行为规则 纽约专业行为规则 就是纽约专专业律师行业 他的一些规范 那因为 因为科恩本身呢 应该是纽约的 纽约州的注册律师 他 作为川普的森律师的时候 是在纽约 是在曼罕顿 科恩还违反了保密协议 恶意的 完全自私的目的 去传播川普的话 所以这些都是 状告他的条款吧 诉讼中写到 你歪曲了商业支出 比实际支出呢 多出了七万四千美元 也就变成了 这里面是他们在具体的 公司内部的交往过程中 认为呢 科恩呢可能多报账了 你多报账 向我多拿钱了 这个额度是七万四千美元 你不但要还我这笔钱 连利息还要还给我 诉讼讲透过公开宣告 书籍播客 无数主流媒体的露面 犯下了违规的行为 对川普直接造成了巨大的声誉损害 所以公开宣告 写书 博客 到各种媒体进行介绍采访 因为在各种媒体 接受采访过程中 那些媒体 透过这样的一段节目 可以吸收大量广告 在吸收大量的广告 本身上就有了盈利 那而科恩去接受 这种访问的时候 科恩会拿到报酬的 一分钱也是报酬 所以这就变成了以钱来计账 寻求赔偿 附带的惩罚性的赔偿金 他说可能会大大超过五亿美元 那还希望归还科恩 因为出输 博客获得的任何利润 付款补偿 预付款项 版税 所有收入 七万四千美元 要加上利息 也就是他完全给他拔光了 那他作为一个律师 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而川普核算的这种计算的概念 是站在他自己角度计算 对吧 就是你可能值五块钱 但是你值五块钱做法 让我造成了五亿美元的损失 那我要从我这算 不能从你那算 然后又谈到了整个故事本身的内容 谈到了这个科恩的内容 那这些都是无所谓了 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科恩的律师呢 认为呢 这种诉讼是骚扰跟恐吓 这人叫戴维斯 那川普先生再次利用和滥用司法系统 作为对科恩的一种骚扰跟恐吓 不会被吓倒 根据事实和法律 诉讼会失败 那他的律师当然要这么说 因为当他的律师代表科恩发言的时候 科恩就得给人家写支票 这也那全是靠钱算账 很丑陋了 那川普团队的律师讲说 跟曼哈顿的案子没有关系 32页的诉讼 是从科恩06年开始担任律师以来 大概前后十年 所有的相关内容 那所以这是科恩 这是川普有备而来的 要把科恩进入川普团队之后的 很多东西都要 他要给积累在一起 那花过时间积累在一起 然后包括他的对账 账目往来都重新核对之后 才发出的这种攻击 作为律师的角色 其无数的积极言论 将他的工作描绘为超 非常的超现实 从高中开始就讲他敬佩川普 认为川普是了不起的人 了不起的总统 世界级的商议人老板 那诉讼里就描绘当初 科恩是怎么来看待川普的 在各种的环境中 地球上最伟大的谈判者 保持了总统 在维护着总统与家庭的人 他是为川普一个子弹 那联邦检察官 检察官在联邦调查 科恩的发表宣告的问题上 这种声称这种耻辱的律师呢 是出于个人的贪婪而进行欺诈 利用他跟川普的保密关系 来寻求利益上的所求 虚假的陈述 欺骗的行为 粉碎的声誉 那这是他所作所为 给川普及其家人呢 带来巨大的伤害 因为跟他的身份有关 所以我们愿意把他看成 这是川普的一种反击 那川普的反击 是针对他个人而来了 所以这就跟那个 检察官的法官不太一样 因为这一个人 将使得他一生就结束了 这是川普的反应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川普的安排